男强女弱和女强男弱 哪一个会让你觉得更加的累 人家就是男强女弱 我会有焦虑的很长时间 会没有觉得自己有发光 爱上自己的时候 比方说他要去走红毯之前 你会给他运西装 做领带 然后在忙忙碌碌 然后我在镜子里面看 他是那样子的 我在镜子里面看到我自己的时候 是那个穿着睡衣 完全不修蝙蝠的自己 那一刻我真的哭了 我觉得好心酸 对于这个问题 我是绝对赞同 女强男弱 女生最累 这个累其实是社会给我们的 就是比如说 今天如果一个男人 他的事业非常的成功 那我们都会给他鼓掌 但是一个女人 如果说他在事业上非常的成功 他未必能够获得所有的掌声 比如说 我也会有家庭的一些长辈 就会你不要太累了 你不要太出名了 你还是要以家庭为主 你还是会受到其他人的一些不理解 就如果男强女弱 男生也更累 女强男弱 那么女生也一定是很累的 因为他承担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比良住 那就意味着如果有一天 你有一定的失败 或者说你突然间跌倒了 那么这个家 有可能就会出现很大的变动 那你身上承担的那个压力 是有多么的大 只要他的累是自己可以掌控的 哪怕你有天失败 你都是在你的掌控当中的 我说的那个 他完全没有办法掌控 其实这种一种惶恐的那种东西 很多女性为了家庭牺牲了自己 然后她们真的是没有像经济上的靠山 然后一味地得依赖这个男人 如果你一旦你选的那个人抛弃了你 你可能什么都没有了 对你来说 不光是家庭变故 真的是灭顶之灾 因为你很难再出去面对社会 这种压力就是相当于你身体的累 和你焦虑那个累 完全不是一个累 那大家是觉得 是身体累一点 还是你真的思想上 那个包袱会累一点 我会还是决定 那个会累一点 是我赞同萌萌说的 我觉得女人 不管在家庭或家庭外头 很强大的时候 其实她内心也会有很强大的压力 女孩子自己在事业上 很强大的时候 她同时担任了一个妻子 跟母亲的身份 那个是有非常多的压力 然后也有很多社会的眼光 所以我觉得女强男弱 可能更累一些